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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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16年4月14日的时候 当时医院去检查 是肺炎晚期 他跑第一个马拉松的时候 是在17年的10月份 当时是我们淮南当地办一个班成的马拉松 他是背着我的动作 他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状态还不错 去年我的父亲在这里 参加了六天六夜 超级马拉松 然后我父亲的 最后一场马拉松 也是今年的1月5号 也是在厦门 所以对于我来说 感觉就是 来到父亲 曾经奔跑过的地方 什么时候想到 要替他跑了 100个马拉松 就是在父亲 走的那一刹那的 我的脑子其实很乱 我就会想到很多 然后就会觉得 父亲一直有一个事情 能完成 我从来没有抱过父亲 也没有跟自己去说过 我爱你之类的 可能我第一次抱了父亲 也是后一次抱了父亲 是不是 就是 最后他在病床当的时候 去帮他换衣服的时候 其实包括昨天 我玩过 昨天晚上我们回去 做梦的时候 梦了个事情 真的 真的 我昨天晚上真的梦了个事情 清楚吗 清楚 说话吗 跟我说 加油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次看到父亲消瘦的样子在跑步 一定会让你难过的 我那个时候在厦门的时候就跟你约好了 我说我要等你进朗读厅 然后我想听听你对父亲说什么 你要为他读什么 你选好了吗 我选好了 大家好 我是朗读哲贺帅 我今天想把葡萄牙作家 若泽路易斯 佩潇托的继父书 赌给我的父亲赫敏 这个世界太小了 也无法将你容纳 父亲 我会将你的名字 你的信仰 你的梦想 带去我的天地 我会在这片土地上 我会在这片土地上坚强地站立 我会把曾经属于我们的世界 重新带回这里 我一定会得父亲 按写吧 父亲 你的笑容留下了 你的全部都留在了我的心里 我没有忘记 父亲 我永远不会忘记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随 感谢您的难度我的说题 我很荣喜 我父亲生出生了 有同样的疾病 我认为他们有同样的年龄 我父亲在57年 他出生了 几个月后 我父亲失去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 那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 遭受到疲惫的失去我的父亲 今天它是翻译到很多语言 我非常感谢和愉快 它现在是翻译到中文 父 夜雨溶到地上 在我们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 居然都会白瓶 优独播剧场 居然是墙的 转入你 身体很明显 我认识 地上 爹 我认识 我认识 的 我认识 我认识 感谢观看